约什么法三什么账啊 我又不欠你钱 你得对我动手动脚啊 我们这还得在一起三个月呢 我得对自己有点保障 在不知情者面前 需配合对方扮演情侣 牵手前必须提前一日报备 对方不准以演戏的名义 趁机吃对方豆腐 必须在合情合理 不得已的情况下 才可以 接触对方 和触碰对方的行为 否则视为违规 一次赔付一两 以此类推 签字吧 你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 什么叫合情合理 又必不得已的情况呢 就 就是在朱大聪面前可以 在赵小六他们面前大可不必 可是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县衙那么大 人来人往都看着呢 如果传到朱大聪耳朵里 你能担得起这个责任吗 那好吧 那就只能握手 只能这个样子 不可以食指相扣 既然你可以约法三章 那我也可以 你这人怎么得了便宜还卖乖啊 第一 不准私自调查桑杰一案 第二 不准私自调查金矿一案 第三 如果你要出官差 必须想报备 我同意了方可执行 我可帮你破了杀人案 你还不相信我的实力吗 再说 我可是师爷 我凭什么不能查啊 我说不行就不行 就是这么霸道 你现在只有两条路可走 要么 回老家跟朱大聪结婚生娃 要么 答应我的条件 你 你跟朱大聪就是亲兄弟 逼起人了一模一样 我跟他可不一样 他想娶你 我不想 我还不想嫁给你呢